今天是2月13日,是大年初二 仍然有很多新年的氣氛 不過今天教會禮儀的讀經 安排了創世紀 即是阿當和阿娃在樂園那裡吃了金果 發一醉之後如何面對天主 即是一種羞愧 主問祂向哪裏 另外福音就是耶穌顯了這個 爭餅的奇蹟 顯示了耶穌那份慈悲 今天的讀經好像和大年初二的歡樂氣氛 好像有點不相稱 人犯罪 正正因為人失落了 天主顯露了大慈大悲 一方面是失落了那份福分 但另一方面 天主也繼續讓這份慈悲落在人身上 所以今天也是在這個主題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看回阿當和阿娃在樂園那裡吃了禁果之後 他面對就是犯了罪 天主就問祂你去哪裏 其實這是天主對人的一份拯救 我覺得 人都不知道在哪裏 因為立即有一種羞恥感 很難表達自己 天主透過這句說話 你在哪裏 勾起人的一份 對自己 講到自己在哪裏 就是這份能力 能夠面對到自己 然後就是 不過人已經 雖然面對到自己這份軟弱 不過就開始拒絕自己 否認自己 因為都看到很難接受自己的過錯 他們解釋給天主聽為何犯罪 阿當就說是夏娃引誘他 夏娃又說是蛇引誘他 總之就是否認 否認和逃避 這都是人的一種本質 其實都反映自己內在 每一個人內在都有這份傾向 我就是 當我看回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故事 都是很多這種痕跡 我都比較喜歡賴人 一見不到東西 就多數是誰拿走我的東西 都很少覺得是自己的過錯 以往我自己回顧自己的過往的經驗 都是很喜歡 去問回那件事件發生的源頭 問為什麼 總之想追究是誰人的責任 這裏好像追究責任就不關自己的事 這裏也有一種 好像阿當夏娃那種 內心那份 否認和去控告他人的傾向 這裏也是我自己的一種反省 所以這裏正正顯示到天主的慈悲 天主其實是問這些問題 讓阿當夏娃明白到自己的狀況 最後人是要面對這種境況 所以福音的對照 耶穌也是獲得天父的啟示 他也是重新散發天父那種慈悲 他本來都是想自己安靜下做祈禱 不過面對到幾千人 他馬上就有一種憐憫之心 耶穌覺得好像沒有牧羊人的羊 失散了羊群 所以這裏是天主永遠對人有份慈悲 所以這裏是有一個這樣的 今天我覺得雖然年初二是說人的犯罪 不過其實是帶出天主對人的那份慈悲 那份真正的福 即是透過耶穌的那份救贖 其實是落到我們手中間 今天再分享另外一點 其實剛剛結束 因為年初二也有個拜年的聚會 這個拜年的聚會 就是網上透過Zoom 其實是很難得的 因為我爸爸有四兄弟姊妹 我爸爸是最小的 我的姑媽 當然他們已經 我爸爸都不在了 他們九十幾歲 我四姑媽都 不過我們今天 所謂內家的親戚 差不多齊集在Zoom 加拿大、香港 當然是很難得的 其實平時拜年都不會見到這麼多人 大家介紹一下 讓我感受到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面對表哥、表姐、姑媽、其他後輩 其實讓我回到自己的角色 就是很不同 現在的生活的角色 好像讓我找回 給我一個問題 就是按哪裏 在親戚的環境之中 自己有一種不同的角色 在這裡看到 小孩子 或者自己年長 成長的時間 經歷那種狀態 很少觸合 不過好像今天 透過拜年 透過互相 混合近方 讓我回去 可以捉住自己 叫我問我 我在哪裏 或者我是誰 或者我回到我家族 我在什麼位置 為什麼我的表現是這樣 或者我覺得很自由地表達自己 或者是覺得 某些地方 覺得有些少許 作外 有些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另外有些地方 又覺得很感恩 很弱弱的地方 這裡總是有少許 這樣的感應 就是 好像天主在問我 你在哪裏 你在哪裏 在問我過往的時間 我在哪裏 同時間 好像天主都 今天都跟我說 你現在要去哪裏 好像幫我整合 就是 過往我的自己 和我現在的自己 所以這個拜年 值著年初二的大家 親戚朋友 這種內親的拜年 姑媽 表哥表姐 所有的表兄弟姊妹 去自身分的認同 有一種新的理解 這種 可能連初二都是天主 或者給我一份福 這就是今天看到天主對我們的慈悲 當我們離開了天主的路 之後 其實我們 天主一直都在陪伴著我們 希望大家也透過少許分享 大家也感受到 主在我們生活之中的慈悲 也幫助我們在繁忙的生物之中 在疫情之中 或者現在在香港政治環境的 可能是一種失落之中 找回自己 我去哪裏 找到我去哪裏 我們就能夠可以 或者主繼續在生命的路上 照亮我們應該繼續怎樣走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 恭祝大家牛年身體健康 事事順遂 主有各位,拜拜